大家好,佩洛西访问台湾现在有了最新的消息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他的办公室已经确认佩洛西和他的幕僚 确定将于8月初访问台湾 外媒此前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8月1号访问台湾 该消息已经使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张 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但是周二,美国媒体最新的消息 佩洛西的幕僚和安全官员目前仍不排除 他在8月初访问台湾的计划 美国媒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针对佩洛西8月1号亚洲行 尚未做出途中是否短暂访问台湾的最后决定 不过,如果他果真访问台湾 时间将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后的几天内 现在佩洛西访问的时间也确定了 就是在习近平和拜登通话后的几天内 佩洛西将出发访问台湾 中国外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 中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佩洛西访台做出回应 并提到早些时候的承诺 即采取坚定有利的措施 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媒体称 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加剧美中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其他问题还包括贸易 强暴劳动指控 以及北京在新疆地区对待维洛尔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以及中国不愿就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使用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 这颠覆了美国在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历史政策 拜登的助手后来表示 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此外一系列美国官员近来访问台湾 包括国会议员和至少两名前特朗普政府内阁部长 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前国务卿蓬佩奥 由于佩洛西是仅次于现任 政府总统拜登和哈里斯的美国第三高级官员 因此佩洛西访问台湾将激怒北京 拜登上周表示 此次访问目前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没有透露细节 随后拜登又表示 在旅行问题上会听从佩洛西办公室的意见 周一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对媒体表示 他不希望抢先宣布佩洛西的旅行计划 让皮埃尔补充说 政府定期向国会议员提供潜在旅行的信息和背景 包括地缘政治和安全考虑 国会议员将自己做出决定 那现在来看 拜登实际上他对佩洛西访问台湾 实际上他的态度也很模糊 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佩洛西在习近平和拜登见面之前 一定会咬准了自己要访问台湾 绝对不会在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前 向国际媒体宣布自己不来台湾了 为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这就是谈判的一个筹码 就是拜登要见习近平两个老大见面 那么现在台湾问题有个棘手的佩洛西 那佩洛西成为中美谈判的一个焦点 成为美国的一个筹码 就是你拜登能不能压制住佩洛西 那这个时候佩洛西如果自己打了退堂鼓 自己后撤了 那么这个筹码也不存在了 这就是谈判的艺术 所以在我看来 习近平和拜登见面之前 佩洛西一定咬准了 他的办公室一定咬准了 我要去 跟台湾人也这么说 我一定要去 但是真的去还是假的去 只有佩洛西自己知道 白宫也不会对外宣布 实际上我觉得美国方面 我觉得私下跟佩洛西应该有过沟通 所以佩洛西是不是会成型 我觉得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就知道了 他们私下已经谈过了 但是对外要继续演戏 为什么 和习近平还没见呢 你这张牌还没有打出来就作废了 那怎么可以 要和习近平来谈要交换的 看佩洛西这张牌能跟中国交换到什么 这就是美国人谈判的艺术 你看美国人学会了犹太人的一套 什么 我给你制造个麻烦 然后我跟你一起把我制造的麻烦消灭掉 我跟你交换 这个麻烦是我制造的 然后我跟你交换 你还得感谢我 犹太人惯用这个计量 对吧 我怎么跟你交往啊 我们一起消灭一个麻烦 这个麻烦是我知道的 你又不知道是我知道的 我跟你一起把这个麻烦消灭以后呢 你跟我的关系就粗结了 我跟你之间 是不是有很多事就能谈了 甚至我可以 依附于你 你看这犹太人很聪明 制造一个麻烦 跟你一起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实际上这个麻烦就是他自己 这个麻烦就是他自己制造的 你看佩洛西就是这个 佩洛西他就是个麻烦 这个麻烦呢 实际上美国总统 还有美国的政府 他完全可以制造啊 对吧 美国的一些官员不断的制造这个麻烦 然后呢 美国总统跟中国来谈 谈的时候 这个麻烦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筹码 但你看中国呢 我说过 中国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武统 军事准备 没有别的好办法 你这个时候你不准备武统 那么美国呢 啊 他压你 他打出台湾牌 一步一步突破你底线 那你共产党还能执政吗 我之前讲过吧 那如果人家不断的碰触你的底线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也没有做军事准备 也没有做任何的啊 军事上的反应 那最后给美国给台独释放的信号 实际上你就放弃了台湾 那最后真的有可能美国打出台湾牌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啊 我说过那小学课本都写着960万平方公里 到你这儿不是960万了 啊 越来这个领土越少 你能交代了吗 你能向后人交代吗 共产党绝对不会 所以你看 美国一方面 佩洛西会强调 我要去台湾 拜登会说啊 我和习近平见面之前 不过问佩洛西的行程 中国方面会不断的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 进行绕 其实说这么多啊 大家呢应该也明白了 双方呢 实际上在习近平和拜登见面之前 都会越来越强硬 那这就是地缘政治 谈判的筹码 谁都不会啊 把手里的筹码放弃 美国有佩洛西这个筹码 那访台啊 你让没有压制他 对不对 中国呢 武统 军事手段 这就是中国的筹码 美国要想清楚啊 中国 如果真的动武了 真的动手了 给了中国这个机会 那么美国会永久失去台湾 这也是一个筹码 你看到了吧 现在是斗智斗勇 所以你看中国的鹰派 这个时候必须喊武统 这个时刻谁在喊和平统一 我觉得这个不是没脑子啊 这是坏啊 这不是傻就是坏 这个就不是傻的问题了 所有人都看懂了 中美在博弈的关键时刻 你这个时候你喊和平统一 你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候是坏啊 他就故意喊和平统一 我这频道一直强调 对付美国 一定用美国的方法 他不喜欢制造麻烦吗 那我就问武统 你不打台湾牌吗 我就武统台湾 是吧 你喜欢在台湾 挑动两岸人民的对峙 那你喜欢打这个台湾牌 我就一手准备 就武统台湾 老观众呢 19年看我节目都知道啊 我是2019年在台北街头 给大家一直在讲武统啊 当时应该是整个华语自媒体里面 第一个在台北 在台湾给你讲武统的 那就是我 我应该是创造历史的 你看19年到现在啊 我一直强调武统 从来没有变过 为什么 19年我就看到趋势了 看到中美最后会摊牌 为什么 中美博弈啊 整个大的浪潮已经起来了 你要顺应这个浪潮 就中国和美国国力逐渐在接近 那么中国和美国互相之间 这个博弈也在加深 美国手里有台湾牌 中国只有武统能对付台湾牌 你看2019年我就想到了 所以呢 我马上我就做节目 支持武统 当时啊 我觉得现在看节目了啊 现在看节目 你现在看整个互联网 天天喊武统 2019年那个时候 网上没有人喊武统啊 凤毛麟角 咱们这么说 不能说没有 凤毛麟角 但是我是作为唯一一个大陆人在台湾 在街头给你讲武统 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怎么武统 武统的这个军事部署 包括武统作战的方案 我还专门画了一期地图 那个点击量还挺高 那个让台湾人很震惊 大陆人怎么现在喊起武统啊 不懂地缘政治啊 不了解里边中国和美国 大陆文明海洋明这个博弈 背后的一个逻辑 所以你看 很多人看完我的节目 他脑子里马上有一个世界观 我说过 我在塑造你的世界观 因为我要把你带到更高一个层级 从高的维度来看 现在这个世界发生 从这个维度看完以后 你马上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有武统 美国想做什么 中国想做什么 大陆文明海洋明的博弈 所有的逻辑都同了 所以我说我这个频道呢 实际上在整个华语资本媒体里面 实际上在武统 在大陆文明海洋明 这个方面 我就给所有的观众提高了一个层级 提高了一个思维的眼界 我觉得这是我频道的作用 说回佩洛西 佩洛西这个事呢 你按照我之前跟你那个逻辑 你分析 一清二楚 美国要什么 中国要什么 台湾问题 我也跟你讲的非常透了 美国实际上打出台湾牌 是要跟中国来交易 中国要崛起 美国一定阻止你 跟你交易 台湾人你自己也想清楚 你只是美国手里交易的工具 那蔡云文也好 民进党再怎么包装那个美国 美国把你们还是当成一个工具 阻止大陆崛起 用中国人 用中国人来跟中国人交易 用台湾跟中国交易 所以你看这美国 这个昂格罗萨克逊很聪明 以华制华嘛 整得台湾人自己 现在呢 很崇拜美国 包括那国民党是吧 一心一意跟着美国用什么 用自由民主的一条意识形态绑架了吗 所以你要能跳出意识形态 你用大陆文明海洋文明 你再来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你自己会选边站 所以我说呢 人呢实际上要不同的维度 思维要维度 看这个世界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世界观 我只是把我的 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多人呢 我觉得经常看我 看我节目的观众 已经培养出一套大陆文明海洋文明的世界观了 另外呢 看很多事情 应该比身边的普通人 没有看过我节目的普通人 洞察力更强了 一针见血 直到背后的底层逻辑 我觉得这是我频道做的 那佩洛西这个事情 我也给大家分析透了 习近平拜登谈之前 佩洛西一定会咬死了 他要来 来不来只有拜登知道 拜登和习近平谈的结果 会导致佩洛西来还是不来 这个结果 由拜登决定 底牌亮给你了吧 中国呢 你来还是不来 我都武统 军事准备 这中国的武统呢 就是手里边的这个王诈 你要打破坏 你知道啊 你手里有了王诈 有了这张牌 你悄悄一露 对方不管放什么牌 他看到你手里有王诈 他不会轻易打 那就能保证台海和平 这张台湾牌 他不敢轻易亮 这也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那所以拜登呢 也受到压力 就中国手里有王诈 那我真的武统了 你拜登自己要承担结果 就美国从此失去台湾 从此西太平洋 第一岛链出现活口 那你美国能不能接受 你看 这也是对拜登施压 未来习近平和拜登谈判 你看双方 在谈判之前都有动作 我觉得未来的几天 习近平呢 就会和拜登进行电话沟通 进行这种视讯 视讯的谈判 我会一直关注 那佩洛西访问台湾 我个人判断 会与这次谈判的结果息息相关 佩洛西不管来还是不来 不管访不访问台湾 中国一定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一旦做好武统的准备 那么美国不敢轻易打出台湾这张牌